《以塞亞書》第四十六章 巴比倫的神明皮勒和尼波被台下地時卑躬垂手 他們被牛車拖運離去 那些可憐的生畜負寵而行 浪浪唱唱 偶像和他們的主人都卑躬垂手 神像不能保護人 人也無法保護神像 他們都一同被擄走 雅各的子孫 以色列所有剩餘的人啊 你們要聽我說 自你們出生以來 我一直看過你們 早在你們出生以前 我已經懷抱你們了 直到你們年老發白 一生一世 我都是你們的上帝 我創造了你們 就必定看過你們 我要一路懷抱你們 拯救你們 你們將誰跟我相比呢 誰可與我匹敵呢 有人傾囊拿出金銀 僱用工匠製造神像 然後向他下跪召召 他們用肩頭把神像乾在身上 然後把他放在哪裏 他就立在哪裏 動都不能動 有人向他祈禱 他什麼回應都沒有 也不能夠任何人脫離困境 不要忘記這事 要勞記在心 你們這些有罪的人啊 要記住這事 要記住我過去所做的 因為我是獨一的上帝 我是上帝 是無與倫比的 唯有我能告訴你們將來的事 就是那根本未發生的事 我所計劃的一切都要實現 因我按著自己的意願行事 我要從東方召喚一隻敏捷的晚琴 一位領袖要遠道而來執行我的命令 我已經宣告要做的事 我必定使他成就 你們這些環境不化 遠離正道的人啊 要聽我說 因為我快要撥亂反正了 不再遙遠的未來 而就在現在 我快要拯救耶路撒冷 向以色列彰顯我的榮耀